花蓮建国路慈科大前面 27号下午3点左右 发生一起砂石车与电动自行车碰撞事故 造成68岁骑士当场遭车轮炼过 伤众不治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说 砂石车属于违规行驶进行路段 事发原因还有待调查理清 一辆砂石车直直往前开 突然一个紧急刹车在前方停了下来 注意到后方一辆汽车电动自行车的阿嬷 倒地不起 倒在一旁的粉红电动自行车 遭到严重撞击 外壳破碎分离 后方座椅变形请帖 海绵坐垫裸落在外 自行车后半部遭到严重破坏 事件发生在花莲吉安乡 27号下午3点左右 砂石车驾驶灵性男子开往花莲市区 没注意到前方的电动自行车 高兴富人从后方追撞 导致富人当场倒地不起 经济送医伤众不治 就是那个已经就是已经变成那样了 阿嬷倒在地上 阿嬷已经倒在地上了 对就有同学来这边帮忙捕阿嬷 然后那个也已经叫了救护车在等 现场的话 他的脚是有一些外伤 但是现场没有流很多血 可是上车之后 二瓶之后他就欧卡 照式砂石车驾驶没有酒精反应 但凡15吨以上大火车行驶 必须事先申请路权 但警方调查却发现 这辆砂石车只有申请花莲市路权 并没有申请吉安乡同行路权 已经违规将依法开罚 行进路段没有依法申请 加上不小心造成死亡车祸 驾驶恐怕将面临不小的肇事责任 谢谢实力请张佩英花莲庄报导